冰雪 落進去 看看能否快 你也要快一點 來了 有群雨來了 停 就是這個位置 又重 就是這樣 這條好像比較重 出發去釣冰雨 好 大家好 我是杜亭浩杜亭 今天帶大家出來這個戶外 究竟我在哪 我在Neximco的底部 Cooks Bay的戶 中心 很多人問到戶中心 會不會跌下去 放心 這個位置 那些冰呢 起碼有 八串 十串 這麼厚 所以很穩陣 很多人駕上車 就上來 但是今天是星期日 所以這裡 只有我們 可以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適合呢 現在的月份 就在二月中月尾 好 跟大家說一下 出道來釣冰雨的裝備 首先 有條工人的雪褲 防水褲 有一雙骨 骨 骨還要有什麼呢 夠口 夠暖 還有骨的底部 有冰罩 很重要的 可以在冰塵那裡走 其實我裡面 有一件呢 也都穿了一些 underlayer的 就是一些 保護衣 還有 需要一件 這些外套的 好 那帶出來的東西 是些什麼呢 我們釣冰雨 今天呢 是我們專程呢 所謂的四間魚 所謂的四間魚 好 鑽出來 一個鑽 鑽也都分很多種的 這一種呢 就是六吋的鑽 鑽 看到那個刀盆嗎 很鋒利的 用來鑽冰 今時今日呢 已經不同了 講開鑽先 鑽呢 以往那些呢 就是用開一些電油 跟著呢 就有些是用石油器的 到今時今日了 就是用電的 需要一個電鑽 一個牌 還有一個鑽的 鑽個洞給大家看 非常之容易的 以往呢 就是用手都可以的 但是手呢 大概成二十幾三十秒 鑽就快很多了 就是這樣 跟著呢 所以這個鑽呢 是很厲害的 還有這個鑽的刀片 是很鋒利的 所以每次 完成之後呢 我都會 趴回去中間的位置 make sure 這裡呢 這個位置呢 就是鑽死了 還有到每次玩完啊 等等呢 安全掃是很重要的 然後再放一個膠 保護著它 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另外還需要些什麼呢 就是這個 帳篷 這個是一個異形的帳篷 非常之小 你看到今天 有些少許雨水 所以你看到 沒有這個帳篷呢 全身肯定濕透出來釣魚 跟大家進去看看 好 進到來了 哇 已經放好 暖粒粒 關掉這個 那就可以進去 那我這裡已經放好工具 那有些什麼呢 這個我覺得不少得 一個暖爐 今天我拿了一個小爐來 因為今天呢 這個溫度呢 都是在這個零度 左右 所以這個小小的 就可以了 平時呢 我就拿一個大的來 就入兩瓶 都是用一些石油器 很耐用的 這個呢 是用到 三四個小時 一個小小的 OK 好了 釣冰魚 當然不少得的 就是冰魚的魚腳 魚肝 我一開始真的不懂的 我以為釣冰魚和釣魚差不多 就是把前面那一節 釣魚的魚肝 就是七尺長 前面那一節拔掉它 就用它 其實不是的 釣冰魚 有冰魚的魚肝 你看很幼身 這支魚肝 大概是23寸 不是 23cm 那魚肝 那魚肝呢 是用大概六磅 四至六磅 魚肝呢 魚肝呢 是用大概六磅 因為今天呢 叫Purcher 那所以呢 我呢 就用一些 這麼小粒 的魚肝 那也要跟大家說一下 用些什麼 以往的機呢 所謂的Fish Finder 或者Flashger 就是用這一個的 這個呢 就是 差不多二十幾三十年前 一路以往都是用這些機的 的 的沉魚器 這些機 那它就 落對的時候 會看到一個魚肝 給大家看看 好 這裡下去 那你會看到 這裡一放下去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的魚肝 看到嗎 一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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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xò 下 下 下 可以嗎? 上來了嗎? 上來了 走了 上來了 有了 有了 這樣就中了一條 很小 小得好像不中東西 哎呀!真的不中啊! 實禮 用我這條來 快點!還在! 沒有了!走吧! 滾下去… 好快 哎呀! 走了 說不說一次 哎呀!走了 走了 不是…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你沉了下去 看看能不能上來 上來了… 上來了… 快點… 快點吃了! 快點… 快點… 快點吃了! 好! 我會有四個格 1 2 3 4 那因為這些呢 就很小的小小 所以就放回去 他就會走回去了 沒有了… 沒有了… 好了… 剛才就說開這一部機了 這個就是以往我們用開的 Fish Finder Sona 英文叫Flasher 而… 這一部… 嘩! 這一部… 這些… 像早神說的 今時今日的科技 那為什麼這一部… 會易體這麼多呢? 因為這一部… 基本上就是用這一個… 雷達… 來探測魚的… 那這一個… 那個Angle… 是… 打下去… 可能只有… 8至12寸… 的位置而已 所以呢… 可能它下去… 你看到你的位置… 是這麼窄的… 那但是… 今時今日這一部機呢… 的加盟呢… 是用… 這一個… 雷達探測器… 嘩! 大都大那麼多 是不是? 那所以一放下去呢… 它探測… 的魚… 的位置呢… 就… 闊那麼多 那所以… 是有不同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 看到那些魚在左邊尾啊… 或者在右邊尾啊… 而這一部舊的機… 是未必見到的 那當然… 這一部… 加盟呢… 的價錢呢… 都… 貴很多 這個魚在下面… 這個就是魚鳥了… 正在下進去… 好… 這個位置… 停了… 看看能不能看到那群魚… 的其中一條… 就是這樣… 好… 大條一點… 好… 放回去了… 好… 好… 那這樣… 為什麼會知道… 還有一條呢… 就是… 這裡告訴他… 哇… 外面下雨下得很厲害… 很大雨… 很恐怖… 很大雨… 好… 濕了… 走… 是時候…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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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釣冰魚呢… 就是差不多了… 因為現在外面呢… 非常之大雨… 你看… 哇… 裡面都開始濕了… 所以是時候呢… 就要高空了… 那釣冰魚的旅程… 今天… 跟大家講到這裡… 喂… 有機會的… 真是過來 Toronto那邊… 我覺得釣冰魚這個運動… 是… 非常好… 好吃… 好運… 走啦… 好運… 嘩… 這裡呢… 起碼有整80… 一百多人左右… 五單… 起碼有很多 helps,